阿易中 不合理的想法 与人打交道 显示特点 学院举办了一个 关于中东形式的论坛 儿子 你不仅要在大学中发挥作用 而且在社会中也要发挥作用 在难以理解的句子面前加一个问号 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 如何与社会上的人打交道 尽管教授解释了课文 但我仍然不完全理解 为什么谦虚的人来到傲慢者面前 他对他说了什么 中一阿 此组 同一个公司的同事们 千许待人 他愿望了阿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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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人的 有美好风光的黄山 黄山 不文明的行为 学生会将举办新年晚会 电脑开始在人们的工作 和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中国二十年后 领先于其他国家 如果你尽量了最大的努力 你就会是个成功人士 你们不仅会在祖国建设中 发挥作用 而且将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作用 我们怎么会同意这个 不合理的建议呢 开发挥作用 这方信中没有可以让你获益的钱财 也没有金银财宝 但是里面有父亲给自己女儿的心意 我多么高兴看到你像田野里的庄稼一样成长 我突然像阳光一样散发出来 我又是理过我这回来比了阿玛里 你的脸充满着希望 你今天去上大学 在科学和知识的源泉中畅饮 你可以运用的最大能力 我希望你拥有一个全面而有意识的文化 我不希望你仅仅拥有证书 美丽不是女孩的全部 你不能为真主赏赐你的一切而骄傲 因为它是溃增而非属于你的手中 你不能为真主赏赐你 我会用颜色教你 对大自然的纯洁热爱 因为它使你更接近简单的生活 他启示你 每一最简单的外观出现 爱不给你的父亲 道德 道德是良好的品质 人类拥有它 他出现在人的言行举止中 他具有同情心 诚实 真诚 宽恕和爱心等品质 如果你在某个人身上 看到他的美德 你知道这个人 还有其他的美德 如果他仁慈 那么他必定是宽容 诚实和真诚的 因为人词 既不是愤怒 也不是冒犯 也不是谎言和愚蠢 如果具有这些良好品质的 所有者 做出了不良的行为 那么他的道德会阻止他 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予以改正 一个有良好道德的国家 在其高尚道德的生存基础上 他的生存是崇高的尊贵的 因为高尚道德 是国家实力的秘诀 有了正义 安全就站了上方 有了宽容 仇恨就消失了 有了爱 有了爱 憎恨就没有了 这些是良好的道德 是国家的基础 也是他文明繁荣的源泉 是国家实力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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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国家实力的秘诀 是国家实力的秘诀 Aust�星中事物 是国家实力的秘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